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官方前幾天已經公布了 新年黑金莉莉絲的消息 蠻多人有疑問的 覺得到底要抽吃油還是莉莉絲 其實我覺得這兩隻的隊長技 隊伍技跟主動技都有太多相像的點了 我等等稍微比較一下大家就可以發現 但我先說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種族 沒有誰比較強的問題 影片開始前一樣先給個懶人包 我是覺得過年黑金就都直接抽起來了啦 不要再拼命說服自己不抽 而且我們前面那麼多部都在說等新年黑金 現在真的等到又不抽也挺奇怪的 去年吃油也是有人拼命找缺點說什麼 遇到年斧就下去了 甚至因為這個完全不同種族的傢伙 決定選擇先放掉黑金 可是你看看之後哀好的人有多少 那如果你是沒吃油但只有準備200顆石頭 我會建議直接抽莉莉絲 一定是抽離現在最近的卡會比較好 當然如果你有400顆就兩個都抽起來 吃油現在來說對於手轉比較不擅長的玩家 或是新手依然比較友善 很多人在說吃油下去什麼有的沒的 其實如果吃油下去了 代表很多一線隊伍也都下去了 再怎麼樣遇到困難也都還有4個空間 可以放隊員解決喔 這邊就直接來看一下 兩個當隊長一樣和不一樣的點 吃油給的是拳牛棚7倍血回1.5倍 莉莉絲也是拳牛棚 可是莉莉絲已經給到8倍跟1.8倍了 減傷20% 火的話則是減傷40% 莉莉絲這邊就沒有任何減傷功能 取而代之的是隊伍技裡面這個超恐怖檔史 吸收每個敵人首次攻擊以外的傷害 而且是無視無視減傷的 固定扣血那些都可以擋 這代表什麼 不怕數字盾 無鼠追擊盾 COMBO法應等等 只要你血量能扛住第一下 後面傷害直接免疫 不過這邊要再強調一次喔 這個是每回合發動 不是說那一層裡面 敵人摸過你一下之後 你在那一層就無敵了 黑金雖然強但還沒到這種地步 石油存火的話有1.2倍 兩鼠以上變成1.5倍 莉莉絲這邊就沒有存種或存鼠的倍率了 但其實也不是硬限制雜射隊 只是如果你有兩鼠或以上的話 額外給你1.8倍 消除了珠子越多傷害越大 30顆來到4倍 這邊沒有限制你首消 搭配隊伍技那個天降 要吃到這個4倍是很簡單的 莉莉絲的話 也有消越多全隊最大4倍這個選項 但是這個的話是消除符石種類 跟吃油的數量就不一樣了 條件上算是比較難達成 雖然莉莉絲隊伍也有天降 但天降的那種能不能幫你 多消除一個種類的符石 我只能說不好說 莉莉絲這邊有一個 每消6顆加1坑的效果 雙隊長的話就是加2坑 如果真的要跟吃油做比較的話 大概就是把吃油天降下來的combo數 直接省略天降的步驟用加的 同樣遇到高C盾都可以不用害怕 另外吃油能解的障礙珠非常的多 如果去直接變成神竹竹 莉莉絲障礙珠的話可以無視電擊 無視燃燒這個跟吃油類似 吃油是燃燒傷害-1 最後是比吃油多了無視黏斧 吃油就算有不能解的障礙珠 也能直接移除版面 除了移除版面也能還原碎裂跟選擇自己要的版面 所以就算沒有無視黏斧基本上也沒差 自選的版面也很方便 可以看看你遇到的是三屬 無屬 還是光暗來選擇你要的版面 扣除一些最新型的敵技 像是節界 灼熱地形等等 吃油會比較害怕以外 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上手程度來說吃油算是很容易的了 另外吃油有著無視減傷抗性 這也算是神魔裡稀有的功能 遇到手銷多種減傷 或是減傷百分百打過來之後才會變成95的那一種 吃油就不需要再花多餘的回合出力 另外如果你是在吃油直行結束轉珠 直接幫你回滿血 莉莉絲這邊的話則是消到10顆完全回血 兩個都很OP啦 但就容易程度來說是吃油比較佔上風 那莉莉絲直行有沒有隊伍技 也是有的喔 這邊如果用角色珠在莉莉絲直行結束轉珠 可以觸發莉莉絲-CD的效果 另外這兩張黑金都有屬於自己的增傷系統 像是吃油有一個狂戰模式 莉莉絲有共鳴模式 吃油只要進到狂戰模式就會有2.5倍功 還可以反過來把火屬拿來克水屬 這個是相當OP的逆克屬隊伍技 同時還可以無視敵人防禦 莉莉絲的話是分成兩個型態 共鳴模式可以免疫87%的全版黑白豬 然後莉莉絲直接跟隨攻擊機質最高的成員 也就是你隊員如果有合體的話 就等於是打兩個合體的傷害出去 隊伍技內建共鳴是一件非常扯的事情 另一個型態是可以讓全隊回復歸零 也就是遇到回復顛倒的話也可以直接內建破解 不用再額外帶回復歸零的卡 這兩個模式的話是藉由主動技來切換 講到主動技我們也來回顧一下莉莉絲的部分 這張黑金是擁有雙技能的 其中技衣的部分就是讓你選型態 選龍魂模式的話引爆所有豬子掉落無屬加星機械豬 另一個共鳴的話是直接移除所有豬子掉強化 不過這個掉強化的話就沒有固定屬性跟數量了 所以可能會有卡珠情況發生 這時候只能看隊伍技或其他隊員能不能救 隊伍技是你最後一顆放手 他首批掉落就會是你放手的那顆 另一個主動技的話是還原碎裂 艾克斯不再是機械唯一還原碎裂啦 而且也可以還原版面 這個是所有機械裡的第一張 光看這兩點這張也很值得拿起來了 而且又是自家卡 所有符石添加成機械符石以外 還可以炸兩億直傷出去 最後最重要是所有成員都可以無視連擊同等 還有固定連擊 上次彈珠入吸法的時候就有說過 可以全隊無視的主動技都很保值 另外這個黑金也有一個龍科之力 就是轉珠前點龍科的話就可以發動 把所有珠子轉成強化 水珠會幫你排好 而且這個排好還無視落轉無效 也是相當實用的一個隊伍技 莉莉絲的這顆水屬武裝其實也蠻變態的 龍科開下去有減CD跟無視拼圖 武裝能力有一個機械攻擊機值1.05倍啊 這個其實是很OP的 尤其是你可以用很多顆套在不同的水機械上面 攻擊力直接在往上吹 綜合以上來說抽莉莉絲是真的很香 但不可否認是吃由對新手或轉珠不擅長的人來說依舊比較友善 兩個都是全牛棚啦 所以組隊上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就是根據關卡陷阱去帶 真要說的話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莉莉絲可以帶合體來共鳴增傷 講到隊員我也提供幾個你可以做選擇的對象 除了關卡陷阱以外就是直接把合體帶上 這邊你要帶什麼合體基本上都無所謂 只是如果要效益發揮到最大的話 當然是帶機械合體 這邊我直接推薦 L-Riku-san跟 大股連槓 艾力克兄弟合體還有大拳頭可以開 也能自選版面 大紅連團如果是2卡合體可以疊三層上去 也可以無視攻前 4卡的話就是要看關卡允不允許你帶了 帶4卡合體等於完全不能再帶解盾角色 4卡合體是有一個借王跟牌珠加康的效果 我是覺得真的要選的話 選西蒙跟卡米娜合體就可以了 單卡隊員的話 歐基里德和聖誕維珍妮亞都是不錯的選擇 歐基里德因為莉莉絲進場 機械直接滿行動值的關係 二消是可以直接持續三回合的 而且也不會被中毒影響 聖誕維珍妮亞也是因為隊長技加康的效果 可以低手轉維持常駐增傷 另外龐貝可以用來解鎖還有移除版面 同樣有一個無視攻前的選項 龐貝自身更是可以無視無數 也是一個不賴的選擇 機械下馬西更不用說了 絕對是一線首選而且又平民 莉莉絲如果擋不下敵人第一次攻擊 機械下馬西直接一把罩 而且還可以每回合轉機械強化版面出來 自身也有一個五倍界王 再來就是這個傢伙了 常駐減傷80%絕對也是首選 西哥馬也一樣 因為莉莉絲進場就直接滿行動值了 所以效果就是可以無痛持續三回合 這張雖然說是打得到的平民卡 不過聽說這張是很多人的遺珠啦 所以就看自己有沒有其他選擇可以使用 我只能盡力幫你們祈禱未來有一天這個技能 在自家天選卡盒出現 無論如何我還是會比較建議抽這張莉莉絲 畢竟還附了一個武裝龍客 阿如果是要問其他復刻黑金抽不抽的話 可以先來看一下這部影片 那一樣啦 這種分析影片就是實況主主觀根據現況做出來的 不管你今天看到的是哪一個實況主 你都可以選擇去聽 但是不要傻傻的全盤接收 還是要保留一點自己的思考能力 畢竟你知道益智遊戲嘛 不動腦會提早失智就跟我一樣 以上大概就是簡單回答一下大家心中的疑惑 大家對於這兩張黑金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